Hello 各位同学好 欢迎来到由嗨趣文化传媒出品喜马拉雅FM独家播出的谢同学去说英国史 我是Joshua 那从今天开始呢 我将以讲故事的形式轻松幽默的给你聊聊英国历史 那这个节目的一开始呢 我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我曾经游历过欧洲列国 也曾在英国留学过七年 所以对英国这个社会文化就比较了解 但我觉得我最了解的应该是英国历史 不过呢 我得坦白的跟你说 其实我本科读的并不是历史专业 但也请你相信我 我口中的英国历史绝对不会比书上写的差 甚至在某些故事情节上 我说的可能会更加逗 更加有意思 你听我这么聊天 是不是觉得我怎么这么能吹牛呢 你还真别不信 因为你现在听的已经是众多网友给过好评的节目了 那我这个节目将怎么讲呢 其实啊 我将通过九个单元来讲述英国历史的发展 每个单元呢 其实对应的就是一个时代 或者说一个王朝 从古罗马到中世纪 再从光荣革命到一战和二战 那这期节呢 每一个国王的故事都很精彩 同时呢 我也会总结一些我的历史观 告诉你我是怎么看待这些历史人物的 我更会告诉你一个欧洲边缘的小岛国是怎么变成统领全球的日不落帝国的 对了 除了英国历史呢 我对整个西欧历史的发展也比较了解 所以呢 我会串联法国 德国 西班牙 意大利的历史融入到我这个节目当中 所以你会发现英国历史只是整个欧洲史的一个点 而这个点呢 就带动了一张大网 那你听完我这个节目以后呢 你会发现你不仅听到的是英国历史的细节 也能看到整个欧洲历史的概况 但是呢 我在这里得强调一下 这个节目啊 并不是一个学术类节目 只是一个老英国留学生对英国历史的理解和表达 所以请各位杠精朋友们 不要太纠结于细节 我并不是在学校里教书育人 我只是在分享我认知当中的英国历史 那说到这儿你可能要问了 我了解英国历史有什么用啊 诶 当然有用 而且非常有用 我将用三点呢 告诉你为什么要听英国历史 那第一点呢 我们先从实用角度来说 那随着我们的生活质量提高 日子也过得一天比一天好 钱也一天比一天挣得多 那未来一定会有机会去欧美等国家旅游留学或者工作的 对吧 那作为西方世界典型的代表国家英国 我相信你肯定会作为目的地之一的 所以你非常有必要先了解一下它的历史 你说万一哪天你真的和伦敦地标那个大笨中合了一个影 然后你旁边那个朋友问你 诶 大笨中的历史背景是啥 而你却要现查百度 你说你是不是显得就很low或者很尴尬呀 那第二点呢 我会从价值观角度来说 你一定会经常好奇说这个东西方世界的文化差异到底是什么呢 我跟你讲啊 我在国外生活过多年 我认为呢 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主要就是价值观的差异 我举个例子你就能明白了 你就说这个为什么老外的名字在前而姓氏在后呢 你可能会说了 这不就是人家的文化吗 当然我想告诉你的是文化的底层逻辑是人类的思想和价值观 所以要了解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首先要理解西方人特别是英国人的思想 那你说怎么了解他们的思想 那除了生活在英国和他们日常天天交流 那就是还要读他们的历史 所以当你听完整个节目以后呢 你就会明白为什么西方人会把他们的名字放前而姓氏放后了 当然了 我这个节目不仅仅是在讲 为什么老外和我们不一样非的把名字放前而姓氏放后 除了这个以外呢 你还会了解更多你不知道的西方文化和西方人的价值观 那我们再从哲学的角度来说第三点 首先啊 请不要觉得哲学这个词很抽象 其实啊 哲学就是研究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 那你说历史和哲学有啥关系呢 哎 这关系就老大了 我不知道你以前是否体验过这种感受 就是当你听了某一段历史人物的故事 你会发现这怎么和你现在的生活境遇这么像啊 那用哲学来解释的话 那这个人物的下一段历史故事 可能就是你未来的生活发展方向了哦 所以说中国有句古话嘛 以同为敬正一观 以始为敬知星体 就是这个道理 那你可能还会问 那我为什么一定要听英国历史知这个星体呀 因为啊 现在全世界半数以上的国家都和英国有着渊源 而且这个世界通用语言也是英语 所以当我们站在哲学的角度去听英国历史 你就会发现 无论是你个人的未来生活 还是整个世界的发展 你或多或少的都能感受得到 哪些将是必然发生的 哪些将是偶然遇见的 啊 ok 那刚才我说的这三点呢 就是这个节目的重要意义 所以当你听完我这个节目 我相信你一定会收获四条宝贵的知识财富的 那第一条呢 就是你会听到有趣的英国历史故事 和我对重大历史事件和著名历史人物的解读 那第二条呢 就是你会了解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和西方普世价值观到底是什么 那第三条呢 就是在你以后赴英国旅游啊 或者留学啊 或者工作的时候 它将成为你的一个知识锦囊 让你提前了解英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那第四条呢 我觉得就是最重要的 就是你可以通过我这个节目啊 积累谈资 随时的变成英国童 甚至来说是西方童 得心应手的和西方人打交道 就算你不出国 那有一天你和你的朋友聊起西方文化 西方历史的时候 你也可以通过这个节目所认识到的 分享到的 去和朋友们打开话题点 怎么样 这四条说话听起来还OK吧 挺不错的是吧 所以呢 当你在耳朵空闲的时候来找我 听听我讲的英国历史 也许你会惊奇的发现 西方也有波澜壮阔的故事 和所向披靡的盖世英雄 好了 那今天进到日 我特别欢迎喜马拉雅上的新朋友 加入到这个节目 请毫不犹豫地订阅我的专辑 真的 千万别手软 赶紧点击关注我 这样 我就可以带你一起走进英国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